今天我祝你病毒的工作人員 和那些朋友們 真心地道歉 深深一鞠躬 一句晚了十一年的抱歉 聽在受害家屬兒裡 百感交集 其實那些道歉也 不足夠的道歉 所以我今天道歉 十多年前正值花樣年華的女兒 開心進到三星晶圓場工作 並想到卻意外罹患白血病 在2007年去世 無法接受的父親 認為是工作環境造成的植栽 要求三星負起責任 展開長期抗戰 離癌流產身亡 一查之下 類似受害者 竟有三百多人 但小蝦米對上大鯨魚 不只三星否認到底 法院媒體也處處碰壁 直到2014年這部電影 捷捕獵 你怎麼搞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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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而不捨的街頭抗議 及電影帶動的輿論壓力 讓法院最終判決 三星必須賠償 最高一人相當於台幣410萬的賠償金 及三星電子的公開道歉 為這11年的抗爭劃下據點 但失去的生命無法挽回 只期盼持來的正義 能帶給受害家屬些許安慰 三立新聞 許少爭報導 港幣423年 一同 港幣526米 公司